三级警戒是否解封 各界都在讨论 中央正考虑放宽饮食方面 台北市长克文哲却说 还是必须分阶段 以不吃饭的场域优先解封 台湾基本上还是同道一命 尤其高铁出现 就是台湾一日生活圈 各县市解封条件如果不一样 相当困难 事实上从世界各国的案例 像日本 也是东京的疫情最明显 美国纽约 所以事实上大都会 因为他的生活模式 人流会特别厉害 所以一般来讲世界各国都是以 这种主要的首都或大城市 会变成是疫情最难控制的地方 所以我倒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 这个世界通案就是这样 基本上它还是同岛一命 特别是高铁的出现 整个叫台湾一日生活圈 所以在各个县市解封条件要不一样 相当困难 你看看这些是屏東的事情 我们在台北这么远 那黄山还算是台湾被 我们在这些都觉得很紧张 所以我倒觉得要各县市分开 分开不同的条件解封不太容易 那么解封你知道 如果问我的话还是按照科学的 就是说那个群聚吃饭还是最危险的 所以涉及群聚吃饭的应该是最后 那如果要需要解封就 还是一样嘛 分阶段 这种不吃饭的先优先 应该是这样 疫情虽然可以控制 但也千变万化 是否能早日解封 接下来可能是关键期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道